持續鎖定民視午夜新聞 馬上帶來關心午夜最重要 好 首先是中央氣象局表示 星期三晚間由於東北季風增強 北台灣的氣溫是明顯降低 那麼星期四 雲風面會有短暫雨 特別是北台灣在清晨還有入夜之後呢 最低溫可以達到攝氏15度 中南部則是日夜溫差大 提醒觀眾朋友早出晚 各位要特別注意保暖 還有來關心是美國眾議院 在台北時間星期三深夜 針對總統川普的兩項彈劾條文 進行辯論和表決 那麼其中共和黨是使出了拖延戰術 他們以程序問題提出了修會動議 阻撓彈劾規則辯論 一度讓情勢緊繃 好 但是民主黨在眾議院 是擁有233席 共和黨只有197席 所以在多數優勢之下 黨下了臨時動議 那麼接下來按表定 還有六個小時的辯論 之後才會表決 事態會怎麼樣發展 川普會不會被彈劾呢 還難以預料 還要來關心的是首場總統政見 發表會晚間登場 韓國瑜鎖定戰場 第一題就拋出了國家主權的議題 還要求蔡總統對於統獨來表態 還要求他喊三聲中華民國 好 蔡總統他也回擊了 韓國瑜他之前進中聯辦 還批說是中國利用九二共識 來掏空中華民國 但韓國瑜卻還依附在虛幻的 九二共識之下 首場的總統政見發表會 韓國瑜他也打起了 庶民總統的形象牌 他批蔡總統讓經濟倒退 好 不過包含了公司解散 或者是台商回流投資等等 都被蔡總統回擊說 韓國瑜是拿錯誤的數據來亂指控 那麼對於現在深陷的這個豪宅買賣的爭議 韓國瑜則是回罵蔡總統炒地皮 不過蔡總統則說啊 庶民其實最討厭的就是被假冒 還被當成選舉工具 再過一個多禮拜就要跨新年了 那麼台北101煙火秀呢 今年又有新突破 不只是延續去年LED的動畫秀 還把台灣保育類動物 像是石虎 黑熊 綠犀龜 統統搬上大螢幕 陪大家一起倒數跨年 好 這回跨年煙火也突破了單管 只可以發生一種顏色的限制 採用了台灣廠商獨家研發的 幻彩三變化 讓煙火可以變換成三種顏色 дуже嘅